大家好,我是乖修缠,这个视频咱们进行突击大谈 首先的话呢,像当前咱们反复提及的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从波段或者从趋势的一个维度来讲 当前是跟踪的趋势通刀线 下方的低点和低点相连,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 那么从波段的维度来讲,只要说此趋势通刀线没有跌破 那么最起码它的环展的结构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上涨结构没有本质性的破坏 这个一个视角,也就是说呢,到底说市场还能不能参与 或者说呢,还用什么方式参与 首先呢,从此说层面来讲,以这个趋势通刀线作为一个跟踪的节点 但是这个,它是以什么,它是以波段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视观视的维度之一 那么第二呢,咱们用残能结构 用残能结构的话呢,那么当前的位置实际上是比较尴尬 尴尬的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啊 从30分钟视角来去看 30分钟视角来去看的话呢 其实前面呢,有看到有古有留言,也是那个吐槽 说呢,对于指数来讲,涨了,涨了,跌了,也没个准 其实呢,在咱们前面在这样的节点当中啊 就已经嘛,就已经在进行,在推演 未来呢,会有一个30分钟中构建的过程 只不过它构建的细节需要去跟 但是呢,当前来看的话呢,我们来看从30分钟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30分钟线下,30分钟线上 那么这个三分钟线上的话呢,那么当前内部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分钟级别 刺激,或者是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充数的 所以说呢,当前的话呢 下方前面低点 3262 3262 是当前市场 往下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基点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这个位置对应的 它的,不管是MSD顶背里也好 还是说是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建也好 3400点附近3400点上方 个人认为呢,从位置的一个轨度来讲 是属于风险大于机会 至于说这个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 要么一 如果说后面呢,以30分钟构建的方式 30分线上 结束,后面呢,走一个30分钟线下 这个30分钟线下 本身它是一个线下调整的在哪一个过程 如果说呢,这个调整内部有被迟 而且呢,前面低点不破 那么这个位置过去一个30分钟枢 那么调下来之后呢,可能才会迎接 现在机会点,这是一种视角 第二的话呢,这个位置持续震荡 震荡的过程当中 那么对应的板块的轮动会加剧 那么前面0涨 前面的话呢,非常聚焦的板块的话呢 防范不跌的可能 而对于0,对于什么 对于不涨的板块轮动 已经呢,个股补涨了一个视角的话呢 但是补涨它可能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 重点挖掘的对象 但是呢,它的持续如何 一定要重重参考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有强烈支撑的 然后呢,属于底位 超低反弹底位这样的补涨的视角 它可能可以多玩一玩 如果说呢,基本面没有支撑 那么补涨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随时反弹的持续性 没有那么好 补涨过程呢,随时可能会转入 所以说呢,当前对于 三种指数来讲的话呢 这是从30分为度来去看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构建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看的话呢 当前是有一个多一性划分 什么叫多一性划分呢 我们来看从2863 那么对应的当前的一个处理方式 第一,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咱们是把它作为一个5分钟枢震荡 然后的话呢 甚至结合了中枢震荡签测器 这个签测器呢 并不是说修缠发明的 而是呢,蝉时在蝉文当中 明确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中枢震荡的过程当中 把中枢 中枢就是半分位标注出来 作为一个中枢的中枢 后面每一个次级别的 运动 次级别的半分位和中枢的 中枢金比较 如果在这上方是为强势震荡 如果说呢 在这下方是为弱势震荡 那么强震荡的话呢 那么利用中枢震荡的视角 可以不断的进低级高峰的维度去跟 好 那么同样的 在前面这个位置的话呢 依然是可以 它满足中枢震荡条件 就是了 下上下过周的中枢之后 那么对应了 我们把中枢的中枢标注出来 标注出来过周的话呢 这个位置也是第二个中枢震荡 中枢震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低级高峰的一个视角 只不过呢 它不断的是属于走强的一种状态 那么当前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观察呢 很简单 第一个中枢震荡 这个位置呢 是第二个中枢震荡 第二个中枢震荡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它的级别是要比前面小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已经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刺激 它的级别呢 比一分钟率高 比五分钟级别要低 但是呢 从分类的一个视角 从处理的视角来讲 完全可以什么的 把这个位置当成一个 相比于前面的这个中枢来讲 相比于它 它是一个相当离开段 而且这个离开段内部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中枢了 而且的话再往上 如果说力度和前面相比是被磁 那么这一段有被磁 这一段和前面的力度相比 如果说有被磁 那么它的结构实际上是饱满的 结果饱满的话呢 那么后面观察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从多一性划分的一个视角来讲 一这个位置 好可以把它当成30分钟 中枢的刚才用30分钟实面来讲 可以当成30分钟固件的当中 那么第一种化分方式呢 把这当中中枢的这样的一个增浪之后 那么对应的下方3200期 依然是什么呢 如果后面呢 带有这样的一个抵抗的回落 3200期回落不破 那么它甚至呢 可以以它作为一个 以前面这样的一个中枢 作为一个参照来讲 3200期不破 它甚至可以作为30 作为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 三来买点 如果接触的话呢 主要说它的重心是上重心呢 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上移的一种状态 那么它完全可以围绕这个中枢 这个位置中枢不断的进行 以不管是扩展的方式 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扩张的方式 它是可以什么 它是可以继续升级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个维度来看 那么接下来怎么去处理 或者保持什么态度呢 那么对于高 已经涨高的板块和购乎 那么呢 警惕警惕再警惕 那么对于以这种补涨逻辑的 那么注重一下基本面和买卖点的模型 如果说呢 买卖点的模型符合你的交易的体系 基本面不错 那么呢 是可以谨慎的去把握它的一个体系高 甚至是去跟 如果说呢 基本面比较差 那么一直补涨的是要的话呢 反而不建议去盲目的去参与 因为什么呢 如果基本面比较糟糕 补涨板块轮动一下之后呢 它的持续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就是持续性是不好判断的 所以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总体仓位上面依然是谨慎 3400点以及3400点上方 个人认为呢 这个位置从盈辉比 还是从板块的这种轮动 以各个分化来讲 那么呢 风险不可忽视 就是呢 不管是阳线阴线 这个位置呢 当前是水度公平衡 那么呢 不管是连续的出现阳线也好 出现阴线也好 那么不改变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呢 跟踪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侧重 以及总体仓位上面来讲 要保持谨慎 那么局部的话呢 补涨加上一级 这两个双重维度来进行 看待这结合买卖点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体系 这样去跟 才能够在未来的行情当中 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当中 才能够做到充分的质保 在质保的签计下 那么呢 有机会把握 无机会的话呢 最起码你能够 不至于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节点 来产生亏损 好 这是咱们今天复盘 今天呢 突接大盘的内容 请不参考 不作为买卖一句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